感恩拉姆大慈大悲 救苦尽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师父 我说 请台长帮助我女儿看一下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94年数狗的 1994年数狗的 哎呀 有灵性 脑子坏掉了 就是 是 他身体也不好 身体不好 我告诉你啊 他练食 吃东西啊 挑食啊 是 我告诉你 思想不集中 对 眼睛乱看 对 而且有点 两个眼睛啊 眼球不正 有一个耳朵听东西听不大清楚 这个呢 我不大知道 啊 这个不大 左面 嗯 所以你跟他讲话 他经常听不见你还不懂啊 你叫他名字有时候叫了他听不见 哦 我叫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有时候他有时候他思想不集中 因此的 不值得 别打 别打 来 我看看谁在他身上啊 哦 好 几几年数什么呢 94年数过的 有一个猿猴 猴子 嗯 在他身上 哦 嗯 你们家族里边过去在农村的啊 有没有养过猴啊 是我娘家呢 还是我婆家 我不知道 在农村的 是的 我们都是在农村的 在农村有没有 娘家或者婆家里边有没有养过猴子啊 有一个死掉的猴子 就是在家里养着的 或者就是说啊 在他周围或者在他身边 或者被他打死的 或者有人打猎没有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个我不大清楚 在我反正 那你们的村庄我都看见了 你们的村庄边上有山 在山的下面 凹凹下面的 哦 那就是我的娘家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别看那个山 还有一条小小的河 边上 再过去一点 嗯嗯 你们的房子在这里 后面是山 嗯 在他的右手边 前面有一条小河 是一个堂吧 对 就是一个堂 就是堂 那么就是我的娘家 堂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你知道吧 那是上辈子的事情啊 是上辈子的事情是吧 所以不能欠人家债啊 欠债 上辈子 是这辈子照样还 永远不能欠债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吴丹庭 庭庭 庭庭的庭 你看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走路 一缺一缺的吗 就是当时 我看这个猿猴被人家打伤了 在逃 已经一个猿猴的一个脚打伤了 他在逃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是你娘家们有人打猎 打死了一个猿猴 是啊 我不知道 想想看了 真的 你爷爷有没有打过猎啊 反正我都不认识我爷爷 不是 你的就是你的娘家们呀 我娘家爷爷我都不知道 我出事他们他都过世了 是我爷爷打死的 那么他都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也多少张小房子 来讲话 台长问你 给你四百张小房子可以不可以啊 给你八百张小房子可以吗 八百张有没有问题啊 看看爷爷 八百张行不行啊 谢谢谢谢谢谢 大家听到了吗 行行行行 行了 吓死你们了 灵性看见台长都怕的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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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问 好了 八百张可以了 那放多少条鱼呢 看见了吗 逃的时候那个脚就这样的 不是 多少条鱼呢 小猿猴 你看他个头往后面 这块像不像猴子了 嗯 看见了吗 你这表演呀 叫他表演给大家看呀 好了 放身多少条鱼 五百条 五百条 好吗 那我的功课呢 功课怎么做呢 功课你就每天帮他念心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二十七遍 然后礼佛念五遍 五遍 好吗 好 谢谢台长 好了 再次感谢 大慈大悲的关系 像这种病吗 半年之后正常了 就这么治好的呀 到时候妈妈托的孩子来了 好了 把台长都忘记了 很多人就是 好了之后把我都忘记了 但是你们记住了 忘记台长没关系 不要忘记关心菩萨 好好念经